欢迎收看本节目 我是主持人圆圆 9月13日 一位从业九年的选角导演的采访视频在网上曝光 他透露了如今的选秀状况 爆料曾遇到许多偏执的选秀者 把他们吓得都不敢直接拒绝选手了 引起网友热议 该导演表示 他们的选人方式主要是两种 一种线上一种线下 线上选秀的时候还好 如果条件不合适导演 可以直接不回复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线下选秀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一些很轴的选手 比如有一个选手 他的条件并不满足团队的要求 在被拒绝过多次后 还让导演再给他一次机会 一直都不肯走 到最后所有人面试结束 这位选手直接跟着导演们去到他们的酒店 居然主动要求潜规则 然而自己就开始脱衣服 导演们都被吓坏了 对这名选手也是束手无策 只能掉头就跑 除此之外 该导演透露 还有很多选手被拒绝后会撒坡打滚 砸东西大哭大闹 要死要活的说 自己选不上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简直是走火入魔了一样 就已经到了一定的心理扭曲的状态 十分吓人 很多网友都非常震惊 纷纷在评论区里留言表示 现在的小朋友也都太极端了 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会对做一人这件事这么执着 看来清朗行动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也有人表示理解 毕竟明星的片酬一年就能赚上千万 而普通人月薪一万就已经很不错了 两者差异太大 也难怪大家会挤破头想当明星 凡事都需要讲究分寸 人生路也不是只有一条可以走向成功 希望大家都能理智对待吧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